1 哇 嗨大家好 我是ミミ 欢迎收看channel me 迷你周报 请问如果有小孩子向你搭讪 你会理他们吗 今天就要讲一个流传西方 二三十年的都市传说 黑眼小瞳的故事 在故事开始之前 请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开始吧 你知道红衣小女孩吗 我知道啊 是部电影嘛 而且还有续集哦 也不能说你错啦 但是红衣小女孩应该是在台湾流传了二三十年的一个都市传说 在1998年有一位吕先生和他的家人 一起到台中大坑的风洞时步道爬山 并且用当时的摄影机V8拍下了一段家人出游的影片 但是旅游回来没有多久 吕先生身体健康的姐夫突然病逝了 隔年吕先生整理影片的时候 发现影片有奇怪的地方 首先是他姐夫居然长出了疗牙 而第二个奇怪的地方就是他们家人的后面 居然跟着一位大家都不认识的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面色发青 身穿红衣 吕先生就把这个影片寄给电视台 造成了全台的大轰动 红衣小女孩甚至变成了灵异的代名词 有人说疗牙可能是牙齿矫正 或者是吃槟榔 红衣小女孩只不过是跟在后面走的一个女孩子 当时的录影画质不清楚 所以小女孩的脸就模糊不清了 但是也有人说 没有人会拿过世的亲人开玩笑 所以这件事到现在都还是一个谜 好可怕 差不多同一个时间 美国也发生了奇怪的都市传说 糟糕 这张账单明天就要到齐了 现在赶去便利商店 说不定还来得及 刚刚赛车太严重了 电已经关了 算了 那我写一张支票 和账单一起投入柜台好了 叔叔你好 我们刚刚想来看电影 结果发现没有带钱 你可以带我们回去拿钱再过来吗 带你们当然不成问题哦 但是你家住哪里呢 我们就住不远的地方 前面的路一直走就到了 我们没有带枪 而且我们只是小孩子 不会造成你什么威胁 好 我开门 不对 这双眼睛怎么只有黑色的瞳孔 没有眼白呢 他们一定不是人类 叔叔你快开门 快点让我们进去 我有事先走了 谢谢大家 1996年的某一天 住在德州北部的一位记者 布莱恩·贝索 在晚上9点半到10点左右 要去付清他的通讯账单 在停车场的时候 有两位小男孩敲打他的车窗 请布莱恩载他们一程 就在他犹豫的时候 布莱恩发现了小男孩们双目如 夜空般的漆黑看不到眼白 似乎没有灵魂 那两对漆黑的眼珠 直直地盯着他看 仿佛要将他吸到里面 他突然感觉到恐惧 本能地赶快把车开走 等到他回过神来看 两个小孩已经不见了 这是在美国最早看见 黑眼小童的例子 有人不相信这件事情 但是布莱恩说他没有编故事 因为他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的利益 这件事情公开之后 也有很多人说他们都看过黑眼小童在路边求助 其实在英国更早的时候就有黑眼小童的传说了 那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有人说他们是魔鬼的化身 因为只要看到他们的眼睛 就会让人感到莫名的恐惧 也有人说他们就是外星人 没有眼白的眼睛 就像是我们熟悉的外星人一模一样 他们不能直接进到车子里面去吗 为什么要人允许才可以进去呢 有人说他们是魔鬼 没有经过人的同意 魔鬼是没有办法进到屋子里面 或是车子里面的 那有没有人让他们进去呢 进去之后又会怎么样呢 当然有人让他们进去了 结果怎么样我就告诉你个故事吧 谁呀 这么晚了怎么有人来呢 而且外面还下着雪 老公 你去开门看看吧 先生你好 可以让我们进去吗 我们进去打个电话 下这么大的雪 你们是怎么来的 你们的父母呢 他们待会就来 外面很冷 你们就进来吧 谢谢 老婆 是两个小孩子 你就去泡两杯热可可给他们喝吧 妈咪 不要那么凶 来 请用 谢谢 我们去一下洗手间 老公你有看到他们的眼睛吗 这两个小孩的眼睛完全没有眼白 双眼就像夜空一样黑暗 真的吗 怎么突然停电了 爸爸妈妈来了 电力终于恢复了 老公你怎么流鼻血了 没关系 可能天气太干了吧 老公 你流鼻血已经一个礼拜了 我看 还是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好了 还有 我们的四只猫怎么有三只失踪那么久呢 是去哪里了呢 不晓得 明天你就跟我去医院一趟吧 老公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我得了鼻炎癌 怎么会这样 之前都好好的啊 我们先回去休息吧 啊 怎么叫那么大声啊 我们仅存的猫死在血泊中了 好可怕 有可能吗 不知道耶 有人说这些黑眼小童 会发出强烈的辐射 所以让人得了癌症 还有人说他们就是外星人 来接他们的黑衣人 就是美国和外星人合作的神秘组织 而那些失踪的猫 就是被他们抓去做活体实验的 还有人说他们可以幻化出各种的形态 但是就是眼睛没有办法隐藏 这么晚了 路边怎么会有小孩 看来他想搭便车 小朋友 你要去哪里啊 往前走 这小朋友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小朋友还有多远呢 往前走 小朋友 你要是不说清楚的地点 我没有办法载你去 是吗 请问你还好吗 有没有受伤 我刚刚带了一个黑眼小童 结果他不见了 是哦 你说的黑眼小童 是像这样子的黑眼小童吗 好可怕 说不定他们只是带了美童而已 有可能 但是那时候美童还很贵吧 两个都市传说都有点恐怖 那你觉得是红衣小女孩可怕 还是黑眼小童可怕呢 我觉得黑眼红衣小女孩最可怕吧 大家好 我们将推出最新的故事内容 赤油战绩 太好了 降落非常成功 请请听笑 不要忘了跟明明一起去冒险哦 拜拜咯